连手指部分都分别设有专用的漆压空间,将手部按摩提升一个档次的这款按摩器,在台日两地接受到许多消费者的青睐。 其特制的15层按摩器带,能针对手部全体或指头进行最适当的推压与舒缓,使将硬紧绷的双手获得深层的放松。 另一方面,若想按压经常滑手机所导致的拇指与虎口酸痛,也只要把机体旋转90度即可,非常适合手机不离身的现代人。 而仅约700公克,BE5大小的轻桥体积,更是增加了使用与收纳时的便利性,不管是沙发或是床上,处处都能成为最佳的手部SPA天堂。 此商品配备了六种气压模式,与六段力度调整,甚至还特别搭载两款振动模式,让手部再进行气囊滚动揉捏的按摩。 同时,能更有效地释放疲惫并舒缓代谢循环,从日常的放松疗愈至酸痛的压缓解,只要靠这一台就能满足多方位需求。 更令人开心的是,即使具备了如此完善的功能、价位,却相对亲民无负担,很适合初次尝试的入门者,或是有预算考量的小资族们参考。 简单的直觉式按键操作设计,大幅减低了功能复杂的设定麻烦,让按摩步骤变得更为容易,进而提升想要经常使用的意愿。 而其机能上搭载了三种气压按摩模式,强度,以及有助于放松的温热效果,且为了增加按摩时的贴合度,掌心处还设有凸形结构,毫无缝隙的密合舒适感,只要试过一次就会爱不释手。 除此之外,其外形简约又不失时尚质感,没有过多装饰的洗练感,作为家视频摆放在桌上也十分赏心愿目呢。 三种不同的气压按摩法,从手部被气囊包覆的那一刻起,即可感受到温柔又不失力道的技术手法,分段式的揉捏与推压,就像按摩师傅在眼前。 实际操作一般,使掌心,指尖都被细心照料到,再加上舒适不过热的温感功能,更是让按摩后的双手轻盈无比, 很推荐给从事料理或清洁等需大量使用手部工作的族群。 另外,高容量电池所带来的持久续航力亦是此款的一大魅力,若以一次15分钟的按摩时长来计算,大约可持续使用10次左右,就算携带出门也不怕一下子就没电了。 不管是包袱感十足的气压空间,亦或是有助于学位按摩的点状设计,为了打造出最佳的手部压环境, 此商品不但在硬体设备上费尽心思,软体部分更是设置了多种按摩及力度模式,其中如针对手板加强护理的美手保健选项,若能搭配护手霜一起使用的话,保湿保养感受将会更为显著。 再者,由于,其采用安静的低噪音设计,因此也很适合在办公室使用,不必担心午休时间炒到他人,每天只要挪出5到15分钟,就可让双手恢复活力以迎战下午的工作时刻。 一改气压式常见的收缩按压技巧,这款商品采用立体波浪按压技术,在气囊滚动揉捏的过程中,会针对手部不同部位给予最合适的压力按摩, 同时还以受众对象为基准,将按摩模式划分为保健,活力与舒缓三大类型,即便是初次使用的消费者,也能快速为自己找到适合的设定。 至于在实际体验感受上,则有部分网友表示使用以后有些许疼痛感,建议一开始可从最弱的气压力道开始尝试,但习惯后再逐步调整强度。 整体充满卡哇伊氛围,不仅有着逗趣的粉色小猪外形,连操作模式的按键都搭配了小猪叫声,每按一次就会发出声响,可爱度百分百。 而按摩效果的表现,也丝毫不打折扣,由于是手足两用款式,雇除了按摩器带外,还利用立体按摩凸点来加强效果,在两者完美的结合之下, 能帮助缓解双手的疲累不适。如此造型与功能兼令人满意的设计,无论自用,或送礼都非常合适。 唯独其只有提供单电池的供电方式,长期使用下来可能会对荷包造成不小的负担。 来自韩国的这款手部按摩器,无论在实用性或顺手度上都下足了功夫,像是有益于学到按摩的凸点设计,就是该品牌独有的专利技术,利用气囊一次次的推压与揉捏,可将舒缓效果发挥至极致。 大面板的触控荧幕清楚标示了各项图示功能,整体操作相当直觉,即使是不熟人电器的长辈也能快速上手,而为了方便调整手腕的按摩位置,指尖处更贴心地做有开口设计。 但是按摩模式只有woman斜杠慢两种设定,算是美中不足的小小遗憾。 为了给予指尖至手掌全方位的呵护,其采用多点式的气压按摩,利用气囊上的突出颗粒,指手部所有细处都能借此得到刺激与放松。 另外更发在三种按摩时长及两段式温热功能,各种宛如客制化的贴心设计,最适合对按摩有所讲究的您。 然而在三段式气压力道的设定方面,虽然能自行选择偏好的力度,但调整气囊压力时却需掌按按键进行减压,在操作上稍感不变。 内建有三段式力度选择,并结合了气囊与按摩球两种按压技法,让手部在具包覆性的空间之中,能以自己的喜好调整力道强弱,并享受手细与手背不一样的按摩体验,进而舒缓长期所累积的疲劳不适。 此外,内层的拉链是可拆洗布套也是特色之一,便利性十足的清洁设计为产品增色不少。 不过可惜的是此商品并无温热功能及定时设定,且价格上亦偏高了些,建议可先制门市专柜适用,确认是否符合需求后再做决定也不迟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